最深的还是我们 足球队夺冠的那一年的 这个比赛的印象吧 对头融合队 正在进行的享受 夺冠的喜悦 那个也是我第一个 这个全国赛事的一个冠军 鱼海足鞋杯的故事 我们从他的主要对手 广州恒大说起 之所以从恒大说起 其一就是鱼海所在的球队 连续三年都碰到了广州恒大 这样的场景在杯赛上并不常见 2011年足鞋杯重新恢复 鱼海所在的陕西人和队 在第二轮迎来了广州恒大 尽管当时恒大还是升班马 但兵强马撞的他们 被公认为是夺冠的大热门 不过鱼海却给了恒大队 强力一进 后点小心 这个位置 漂亮 把这恒大队在后防线 这一段时间在陕西队 连续的冲击之下 终于 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哇 鱼海的这个助跑距离很长啊 而且很直啊 嗯 哎呦 球也很顺利地打进去了 这场比赛我印象还是 非常深刻 因为那会儿这个恒大也是怎么说呢 呃 也是 实力非常强 然后也是名声远扬 所以说那会儿我们球队所有上下 都想战胜恒大来证明自己 当你战胜比你更强的对手的时候 你这种内心的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呃 那场比赛包括 包括现场的这些球迷也给了我们球队很多的鼓舞 给了我们球员很多的鼓舞 所以说呃 能够拿下那场比赛对于我们整个球队包括整个陕西的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提振吧我觉得 最终通过13轮的点球大战 陕西人和队将广州恒大淘汰出局 随后的2012年 已经签到贵州的人和队又在足协杯遇到了广州恒大 不过他们在决赛中两回合3比5不敌对手 错失足协杯冠军 或许是命运有益的安排那样 2013年 贵州茅台队再次在足协杯上遇到了广州恒大 并且还是决赛 这一次吕海复制了2011年的那一幕 这次的气氛 对多人和小宝室 哎 球机了 球机了 是吕海 突然间闪声叉叉 进球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可惜上港队在2017年功会一会 于海也与自己的第二个足协杯冠军擦肩而过 新的赛季 新的开始 于海和全新的上海海港队再次踏上了足协杯的政策 而心中的目标从未改变 其实我们这次参加足协杯之前 我们就是在出征之前 我们就有一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俱乐部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领导也跟我们开了一些动员的这个会议 不管是从集团来说也好 或者球队来说也好 从教练到球员 我们其实上下都是对这个足协杯的这个荣誉 是十分十分的渴望和期待的 我们已经有过联赛这个冠军了 我们特别渴望这样足协杯冠军这样一个荣誉吧 今年的足协杯上海海港队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决赛 于海和他的队友们将向着冠军再次发起冲击